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个主题呢 应该是一个蛮特殊的主题 它是一个资料库的主题 资料库前提是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有先辈知识 是SECLE 因为SECLE这种关联式资料库啊 太直觉让我们可以懂 可是呢 因为随着资料库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我们想要去分析 我们想要去多做一些什么 跨资料库之间的整合 哇这时候问题来了 因为好像发现几乎都是在处理这个 Structure Structure就是结构的资料 光是结构的资料啊 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诞生 那后来呢 我们就慢慢有另外一种需求 例如说我要做大数据分析 我要在有效率的情况之下 能够提取资料 我想要把非结构的资料 形成资料库 什么叫非结构的资料 例如说 影片就没有结构 例如说我们画一个表格 这是有结构的 那问题是影片突片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结构 所以啊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人呢 他就希望说来建立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料库 这一个 NoSQL啊 因运而生 那NoSQL NoSQL其实有很多种 有大概四种类别 我今天要介绍这种资料库呢 它是属于图形资料库 它的名称叫Nil4J Nil4J 然后J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称呢 有兴趣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好 反正这个资料库 它就叫Nil4J 很特殊 或者是罕见 但是呢 它非常的实用 那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要介绍这个Nil4J 我们等一下再来去做说明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什么叫做Nil4J 所以我简单的 简短的 我希望说准备几张投影片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 大概就只有八张 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个Nil4J Nil4J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那我不希望只是很纯粹的跟你们分享 Nil4J Nil是什么意思 Fol是什么意思 J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不是很 不是有那个 是有那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那个价值不是很高 应该要了解是说 结构资料这边在整合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问题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学这种 Nil4J 来去帮助我们提升效能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Nil4J 它是一种图形资料库 那个图形是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脸书 朋友的朋友之间 我们可以建立朋友关系 然后呢 朋友再跟另外一个朋友 可能建立的是一个认识的关系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人 跟另外一个人彼此之间 建立的是亲戚的关系 那这样子一个形成一个图形资料库 然后它里面也有包含关联 这关联绝对是资料库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好了 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关联资料库 因为最早大家都知道 绝对就是SECLE 也就是关联资料库 这个关联式资料库 我们就是例如说建立两张资料表 那这张第一张资料表里面 假设都是学生的资料 那学生里面 他可能有牵涉到老师 另外一张资料表 都是老师的资料 所以这两张资料表 就可以建立关系 这个relational database 这应该是我们行之多年 针对这种结构资料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表达 入门容易 就是很容易的去理解 但是随着 伴随资料量很大的时候呢 我们查询这边就发现 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个时间 来去做一个寻找 所以因此就有人就会思考说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式 或者是也许我们可以 不透过例如说关联 来去建立彼此间的关系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种结构资料库 结构资料库呢 这边可以发现 它另外一个名称RDMS 它的意思就是 关联资料库管理系统 那我们来去大概理解一下 这就是一个 关联资料管理系统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张资料表 那每张资料表彼此间建立 一对一或一对多 或多对一的关系 那没有多对多 多对多一定要在中间增加一个 也许是一对 反正中间又再增加一个资料表 让彼此间建立关系 那各位可想而知 这个关联 这个关联随着我们的一个资料 越来越庞大 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个资料库 可能有100个资料表 200个资料表 有可能吗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假设我今天 我这个资料库 我要跟另外一个资料库 整合起来 哇那各位可想而知 那关联随着资料表 它是透过迪卡尔沉积 那这个沉积一沉出来 那会无限的往右延展 好当我们今天一个资料表 本来有20栏 另外一个资料表有10栏 这样子沉下来 哇总共栏往右延伸 就变成20加10 就有30栏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 效率没有办法提升 所以啊 我们就随着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好像大家慢慢对于 就是说一个no-seecal 就是non-release 所谓那个no-seecal 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什么资料 非关联式的资料库 非关联式的资料库的一个需求 慢慢的就开始产生了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看到像例如说在这边 这种no-seecal no-seecal no-relational database 我们通常称叫no-seecal 这个no 前面这个no 所指的no 就是no-relational non-relational 所以这个no-seecal 就是非关联式的一个资料库 那资料管理系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大概有四类 好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反正你都不用管它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 第四类 这个图形资料库 图形资料库 好 可以哦 它还有别种 别种的资料库 其实我觉得越前面的什么key value store 它很像就是关联资料库 然后越到后面这个图形 database 图形资料库 它就越来越不像这个seecal 但坦白说它里面还是有关联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是no-seecal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这个词 好像大家都会拿过来使用 就是not only seecal not only seecal OK 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资料库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什么叫做grave database呢 grave这个图形 database资料库 它的意思就是说 您看哦 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 跟这个人 跟这个人 还有这些这些 这几个圆圈圈 这全部我们都是把它称为叫做note的 就是点 那每两个点可以构成一条线 构成一条线 这个线其实就是关联 其实就是relationship 这个这个关联 例如说 他跟他之间是朋友的关系 然后呢 他这边有一个name 是这个名字 然后什么susie zen 不管 反正就是他喜欢他 就是他们的一个关系 关系有喜欢有朋友 好 再来就是 这边大概可以看到说 那这一个人 又跟这一个人 中间又隔了 这一个人 好 例如说 谁替谁工作 什么之类的 这边那个方向没有写 但是至少 这个人 帮他工作 这个人帮他工作 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都是serve 好 那相对的 这样子 把它建立成一个图形 到时候我们要去查找 我们要去查找 我们只要告诉他说 两个点 两个点 然后顺便把关系告诉他 例如说 假如我今天 我想要去找 就是有在工作的人 OK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 这样子 这样子的三个资料 例如说 我今天我要去找 什么susie young 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个人 而且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建资料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关联图 全部都画好 画好之后呢 我今天 我截取资料 我是直接单独 截取这一个人的资料 就直接抓出来 如果我今天我要找 serve 这样子一个relation relational 好 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把 关联 这个关联是serve 直接把它抓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整个效率提升很多 还有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优点 就是任意的时间 您可以任意的加任何的点 以及关系 那如果说是结构资料表 天哪 他的一个增加资料表有非常多的显示 而且建立好资料表 然后还要彼此建立关联 而且彼此之间只能存在一对一 一对多 多对一的关系 所以这都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好 所以听到这个地方 大致上我们就可以了解 他可以提升我们很多很多的效率 提升我们的很多效率 在查找部分 因为资料库的重点绝对是在查找 找出来之后再做汇数 那我觉得差不多 可是如何更有效率的查找资料 那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Non-Relational的Database优点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适用于半结构化的资料 像例如说XML网页的资料 Json Json的资料 好 像我们的生意资料有非常多都是Json的格式 再来可以水平扩充 其实Seql它也可以水平扩充 但是它会有一个Decart成绩 那个会导致我们会无限制的往右延展 如果你去做三个资料表的一个成绩 你就会知道多少成多少再成多少 那是一个往右无限延展的一个问题 变成说假设我们新增 新增了一笔资料进去 它就会直接在下面 可能产生一大堆的Noor值 OK 这就是结构资料它的一个缺点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一样可以做水平扩充 水平扩充 而且它扩充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 再来不需要去定义什么资料表的结构 好 像有时候 我们在那个不同的栏位 不同的栏位内容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保存起来 另外它还有免费版 免费版 像例如说它付费版好像是 如果这个团体超过好像是100位吧 还有就是什么资料比数 如果超过多少多少 很多笔的资料 它才要收费 否则它是蛮便宜的 但是还是要看一看它的一些缺点 缺点 好 因为其实它不够严谨 这也确实是它的一个证明上 很松散的资料库的交易 还有不支援 join 因为到时候我们全部都必须要自己写 到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写这些东西 那你直接写进去之后呢 直接写进去之后 你可以针对我们下的一些条件事来去做搜寻 例如说我只要找什么关系是属于哪一种的 好 那接下来我想你们大致上用了以后 才会更加体会这个 这个non-relational database它的优点跟缺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从 例如说软体的安装 还有实作一个小的一个资料 彼此间的一个关系的建立 再来最后去做资料的输出 然后当然资料输出 像我 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建模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工具 最后输出之后 我要产生我的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这个前端资料库 记住它的名称叫做Neo4J 拜拜 拜拜 拜拜